所以说调上中焦气机 脾身未降 调上着心火和渗水的忌剂 没事你高静点 我一会给你开个方 舒干健脾稍作一化缠 稍微轻在上面热 然后呢引火归圆就可以了啊 引火归圆你腰就不凉了 屁股不凉了就行 你好 你现在感觉哪里不舒服啊 叔叔 腰肤没有屁股 特别凉 那腰凉 凉吧 还疼 你那个腿凉不凉啊 腿还差 腰和屁股凉 是吧 屁股还有小肚子 多长时间了 一年都不二年了 爱吃凉的吗 对呀 有一次我就是吃和冰姜饼拿出来那个火炙 啊 直接吃了 吃完以后当天晚上开吃 吃什么 坐着就不拉肚子 别打开肚子 那你就打不了 还打得烤热醋 是吧 辣米 你今天五十多了吧 16 一般那能打清达美醋的人 那就 品数挺大的 因为现在清达美醋已经没什么用了 其实啊 你那当时就不用去 那个当时就是不凉打这个清达美醋 喝点热水就好了 就太凉了 我喝点姜水 生姜水 就是那个咱们生姜 熬点水 稍微放点红糖 马上好 不懂吗 就上一边楼下打凉就打了这两个地方都怪了 所以就开始是腰凉就不行了 还疼呢 因为你那个不属于那种 急性微肠炎所引起的 就是不是细菌感染 不是说我吃坏了 我这东西吃坏了 我产生那种腹泻 脊腹症 而体内呢是一种热的表象 你用这个清达美醋 你身在喊 吃的过凉了 寒凉收饮停滞 而引起了疼痛 这时候呢吃点热的温和脉就好了 但是呢你又用了一些清达美醋更凉了 是啊 更严重了 这腰害它就毛病好了 这一肾也坏了 主要是通过什么呢 调整中胶的气机 使你的肝 不要太寒 因为中胶倒不怎么寒 因为大便正常就体现出来的你脾不虚 脾虚是正吗 这是潭湿组织中胶 使呢 心火下不来 肾水上不去 还有肾虚 造成的啊 还有肾虚吗 肾阳不足 它是肾阳不足肾水就比较寒 肾水寒呢不能上济于心 就是上边的就 相对比较热 所以说调上中胶气机 体身内降 调上着 心火 和肾水的寄计 没事你高兴点我一会给你开个方 舒肝健脾稍作为化残 稍微轻点上边热 然后呢引火归圆就可以了啊 引火归圆你腰就不凉了屁股不凉了就行 我知道 因为啊你的小腹呢属于干净 不协力 下过小腹嘛 落音器 这时候呢你小腹的粮多是干净 粮